- 其他同學可能還是以為是連上課齁 我們就先不管 那我們先來開始講前面的東西 不然到時候會講不完 反正其他同學到時候再回去看PowerCAM前面的部分 好 那 呃 今天這個主題是要幫大家介紹所謂的免疫學的部分齁 那當然單純以免疫學這個主題來講 你如果說因為在真正要上課的話 他可以講一整個學期 所以我們要在這兩個半小時之內 把整個免疫學講完是不可能的東西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基本上今天這一個單元主要是讓大家對於免疫學 從細胞生物學的角度去切入 然後大概對於免疫學有一些概念 大概就這樣子 好 那所以簡單來看一下 我們的免疫系統主要的一個 會在體內產生的主要的原因當然就是 對抗外來的一些所謂的病原體 好 那我們身體除了皮膚是對外的環境以外 就是大概你如果把它整個摊開來 大概是20平方英尺 但是你除了扣除掉皮膚 其實很多地方也是對外的開口 舉例來講呼吸道 腸胃道 泌尿生殖道等等的 所以這些面積你再把它整個摊開來就更大了 可以到4000平方英尺 好 所以這些都會面臨外來的一些像細菌或病毒之類的 那個病原體的入侵 好 所以我們體內就產生所謂的immunity 免疫力去對抗這一些 可能會對我們身體造成傷害的一些病原體或物質 好 那我這邊有打信號的 因為我知道內容有點多 你們不太可能把所有的那個講義內容全部搞懂 然後讀完 所以我打信號的部分就表示 我題目一定是從打信號的地方出 OK 好 所以大家就上課的時候留意一下 好 那在 其實免疫系統不是說只有我們高等的哺乳動物或脊椎動物才有 其實無脊椎動物也有 甚至現在最 簡單的 結構上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像細菌 其實它也有它自己的免疫系統 因為像四菌體之類的東西會攻擊它 所以其實它也有免疫系統 那當然我們現在就著重在於 呃 脊椎動物的部分 好 那以脊椎動物的免疫系統來講呢 它主要是 呃 相較於 呃 比較原始的一些生物像無脊椎生物 它會多了所謂的 大概我們會提到Adaptive Immunity的部分 就是適應性免疫的部分 所以會多了四個特色 就是它有免疫的專一性 記憶性 多樣性跟耐受性 OK 好 那這個是待會我們會 也會一一介紹到 Adaptive Immunity 這四個特性是怎麼樣延伸出來的 OK 好 那 我們簡單來介紹一下 所謂的宿主防禦的部分 整個免疫系統 從宿主防疫的角度來看 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呃 當微生物或者是病原體 要入侵到你體內的時候 它要先穿過第一層的物理性或化學性的屏障 這一層物理性或化學性的一個保護機制呢 包含像我們的皮膚 齁 就是最基礎的物理性的一個保護 齁 好 那再來就是 像我們呼吸道或上皮 會有一些 呃 黏液 好 這一些也可以幫忙把微生物抓住 OK 好 那這一些物理性或 那另外它也可以產生像 待會也會提到像Defensing之類的 齁 它可以去 以抑制細菌的生長 然後破壞細菌之類的 好 所以這是第一步 但是當 假設你這個有傷口的狀況下 皮膚有傷口的狀況下 皮膚有傷口的狀況下 這個病原體就跑到你體內了 好 跑到體內之後 它第一步會先誘發所謂的 因內immunity 齁 這個中文翻譯叫做 所謂的先天免疫的部分 齁 好 那先天免疫主要參與的細胞 有包含了像Macrofagic啊 DC Nutrophil四中性球啊 或者是NK-cell 這個待會後面也會提到 以及像補體之類的一些系統 好 然後 經過一陣子 這個是當 病原體入侵之後 齁 在幾分鐘之內就會開始 這些細胞就會開始去 對於病原體產生反應 好 然後經過幾天之後呢 它會 藉由 因內immunity 去再度活化下一步的叫 Adaptive Immunity 就是所謂的適應性免疫齁 也有人把它翻譯叫後天免疫的部分 齁 好 這個就主要參 參與的角色就是 T細胞跟B細胞 OK 好 所以主要我們可以分三層齁齁 那實際上在免疫學是把 那個皮膚屏障這一個部分 也歸在先天免疫 齁 這個只是看大家怎麼去分而已 OK 好 那剛剛提到的物理性屏障 我們剛剛已經有提過 像皮膚啊 這個 還有黏液之類的齁 就是屬於 這個物理化學屏障之類的 好 另外像我們的皮膚 PH值大概是接近5 是屬於比較偏酸性的一個環境齁 它其實有一個作用就是 它可以在這種偏酸的環境下 我們皮膚上面其實都會附著你的細菌 齁 像我們皮膚的毛孔裡面很多都有什麼 像金黃色葡萄球菌之類的細菌附著在上面齁 那 藉由這個比較低的PH值可以讓它生長的速率降低 齁 這個是一個作用齁 齁 那另外 皮膚表面也會分泌像Defensing我們剛剛提到的 或一些 到體內之後 有一些細胞 可以把細菌吞噬進去之後 藉由所謂的Lysolin 濃菌鎂去把細菌破壞掉 好 像腸道 這個細胞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你們組織學以前上過 潘氏細胞 有沒有 好 裡面這個紅色顆粒就有所謂的Lysolin 所以當它把細菌吞進去之後 可以在裡面把它破壞掉 OK 好 那再來 如果細菌還是突破了這一些屏障的作用 好 它就會誘發所謂的先天性免疫 好 那先天性免疫呢 就包含我們剛剛提到這一些細胞 齁 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那 先天性免疫 第一個是會有所謂的吞噬細胞 好 跟所謂的Antigen Planting Cell 簡稱叫APC 齁 大家先知道有一個 這個抗原呈現細胞 好 那 吞噬細胞主要跟抗原呈現細胞 齁 它把它混在一起講 齁 那主要是因為他們都具有吞噬 這個病原體的能力 好 好 那 主要有三個細胞會負責去吞噬這些病原體 第一個是Neutrophil 四中星球 齁 第二個是Marcophage 居屍細胞 第三個是Dendritic Cell 中文翻譯叫素塗細胞 好 那這三個是會去負責吞噬掉這些微生物齁齁 那像Neutrophil 然後Marcophage就可以把這些微生物在細胞內破壞掉 DC 除了破壞掉這些吞噬進來的病原體以外 它還有一個作用 它可以呈現抗原出去 齁 像Marcophage也有 只是它抗原呈現能力沒有DC那麼強就是 OK 好 好 那再來第二個在Inneimmunity齁 就是先天性免疫參與 呃扮演一個蠻重要的角色就是補體系統齁 待會我們也會大概提到 它會在受感 病毒感染的細胞上面打一個洞 然後讓這個細胞就Lysis掉 好 那第三個是所謂的Nature Killer Cell 簡稱叫NK Cell 中文翻譯叫自然殺手細胞 這個也可以把 受到病毒感染的細胞 或者是要矮化的細胞 所以NK Cell在對抗初步矮細胞形成的時候 其實它角色蠻重要的齁 就是它可以把這些不正常的細胞把它破壞掉 OK 最後一個是所謂的發炎反應 OK 好 所以它可以藉由誘法所謂的發炎反應 觸及一些免疫的作用更強 好 那我們大概就來提一下 首先來看一下所謂吞噬細胞的作用 像 右上角這個圖 就是所謂進行所謂的Phergocytosis 吞噬作用的過程 好 這裡有一顆 巨噬細胞 正在吞噬掉一些像RBC 或者是一些入侵進來的一些細菌微生物之類的 好 變顯的圖照下來就看起來像這樣 好 那 它會藉由所謂的吞噬作用 把這些病原體吞噬進去之後 在細胞內進行消化跟破壞的動作 好 就把吞進去的病原體破壞掉 好 那它要去感知到底這個東西是病原體 它也不能亂吃嘛 懂嗎 就是這些吞噬細胞要亂吃 把自己正常細胞吃進去裡 然後破壞掉 好 那就不行 好 所以它上面會有一群 呃 受體 它會去認知病原體上面一些共有的特徵 好 舉例來講 最典型的一個受體的族群就叫做 toiline receptor 好 那這個toiline receptor 所以可以從1 其實現在已經有到13 甚至有人說到15 但是有一些是只有在其他生物身上 有人類身上不見得看得到 好 那比較常 大家比較常提到的大概還是1到9為主 那也有人提到11 好 那這個就大家參考一下這張表 那舉例來講 最典型 大家最常提到的大概是toiline receptor 4 在細菌感染的部分 因為它會去感測細菌細胞B上面 會有所謂的LPS的成分 所以所有細菌的細胞B上面 原則上大部分都有 尤其是感染氏陰性菌之類的 在上面會有LPS 好 這是細菌細胞B上的一個內毒素的成分 所以它感受到LPS的時候 它就知道說好 這個東西是所謂的細菌的感染 好 這個Fagocytes 像Neutrophil 或Marco-5就會活化 去把這個微生物把它吞噬掉 好 那另外假設是像有一些細菌上面有編毛 編毛裡面會有Fragilin 它就透過toiline receptor 5去感知 好 另外如果是病毒感染 也可以 像病毒裡面會釋放出 因為病毒很多是Double-strain RNA 或者是Single-strain RNA的GENOME 好 所以它就分別透過toiline receptor 3 這幾個受體 3,7,8,9 是在細胞值內的胞器上 好 它就由這些 病毒進來之後 在Anderson裡面的病毒呢 它裡面釋放出來的Double-strain RNA 或Single-strain RNA 會被像toiline receptor 3,7,8 等等的去感知到 或者有些DNA病毒 它有所謂的CPG的DNA的Sequence 存在的時候 也會被toiline receptor 9去認知 它就知道有細菌進來了 好 那這時候Marco-5可以把這些細菌吞掉 另外它也可以像APC Dengity Cell 吞噬掉的時候 它還可以把病毒抗原呈現出來 好 待會我們會提到抗原呈現的部分 好 那再來 toiline receptor 它除了促進Phargocytosis的活化以外 它還可以讓這些細胞 產生分泌一些 叫Antimicrobial的Pepatide 好 那最 主要的 就是剛剛像我們提到的Defensin之類的 這個其實在我們的皮膚也會表達啦 皮膚會釋放所謂的Beta Defensin在表皮上面 好 那這些吞噬細胞 或Nutrophil 它們也會釋放這些Defensin的物質 去把細菌的細胞 B做破壞的一個動作 OK 好 那這個是toiline receptor 傳遞訊號的一個大致的過程 所以我們大家看一下 像 假設現在有LPS 去跟活化toiline receptor4的話 實際上它不是直接跟toiline receptor4做結合 它要跟 通常是monosite上面的一個Marker 叫CD14 做結合之後 然後藉由這個LPS的binding protein 跟LPS結合之後再帶到CD14上面 好 CD14這時候會去靠到toiline receptor4的旁邊 這時候toiline receptor4就活化 然後它會活化下游幾個途徑 舉例來講IRF5或者是AP1 CGEN或CFAS這個就是AP1 它可以去活化一些發炎性的Cytocan基因的表達 OK 那如果是去活化 舉例來講像NNKPB 以及IRF3的話 它主要是 像NNKPB它作用比較多樣化一點 它也可以調控發炎性基因的表達 另外它也可以促進這一些細胞 表達Type1的Interferum 像Interferum Alpha 或者是Beta 這個可以抑制那個病毒的生長 現在病毒感染到這個細胞內的話 OK 好 那 再來 這個是Farcocytosis的部分 介紹我們就 介紹完了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跟Farcocytosis 其實也有一些關聯性 好 那只是說它自己本身有另外一個作用 舉例來講 這個就是所謂的Complement 補體系統 那補體系統它可以分成三個Pathway 那主要辨認的就是不同的物質 舉例來 但是 最常見的應該是Classical Pathway 就是假設你這個微生物上面 有被 像細菌上面有被抗體 結合到的話 那它可以透過這個 Classical Pathway去活化 C1 C2 C4等等的這些 補體相關的蛋白 好 最後 那另外如果像細菌上面 很多細胞壁上面都有所謂的這個Mannin 好 那 Mannin這些東西 會跟Mannin bandin Lectin之類的一些東西去做結合 好 結合之後它會活化下游的路徑 舉例來講像 MASP 這是一個Protius 它就會裂解像C2C4 好 那另外有一個Alternative Pathway 它是去認知 就是微生物表面的一些物質 那透過Protein BD等等的 最終它都會去對於C3 這個Protein 做切割讓它活化 好 那C3一旦被切割活化之後 它可以再去切割下游的 就活化下游的一些Protein 就是C5一直到C9 好 C5到C9被活化之後呢 它就可以在細胞的細胞膜表面 形成一個 就是有點像一個一個蛋白在上面 把它打一個圍繞一圈 打一個小洞的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C5跟在C9 這幾個Protein 形成了這個叫Membrane Attacked Compress 就在細胞膜表面形成一個洞 那細胞裡面的物質 就從這個洞露出來 這個細胞最後就Lysis掉 OK 好 那 補體 這個是主要的補體的作用 就是Proformation跟Lysis OK 好 當然它還有其他的一些 輔助其他免疫反應的作用 具體來講 它可以促進發炎性的細胞 到這個有微生物進來的位置 它也可以Coating在微生物的表面 去促進Phargocytosis的一個能力增強 好 好 最後它還可以去刺激下 最後一步的Edie Immunity的一個活化 這個是它的大概的幾個比較次要的作用 OK 好 好 那在Edie Immunity還有一個細胞 叫Nature Killer Cell 自然殺手細胞 好 那它的作用就像這個樣子 這是電子顯微鏡的照片 這個是一個癌細胞 這個是Nature Killer Cell 好 它可以跑到這個癌細胞旁邊 然後藉由我們待會會介紹一些基轉 去把這個癌細胞破壞掉 OK 好 那它破壞掉這些細胞的基轉 主要是 Nature Cell 在認知到正常細胞的時候 它會有 正常細胞會有一個抑制訊號 讓Nature Cell不要去破壞它 不然Nature Cell 假設認知到細胞就殺的話 那我們體內細胞很多都會被破壞 正常細胞都會被破壞 所以它會有一個抑制的機制 就是 我們上面表達的一些MHC Class 1的一個Molecular 它可以抑制這個Nature Cell的活化 好 所以你這個細胞如果沒有 不正常的狀況下的話 你上面表達的一些Molecular 其實它會去 像MHC Class 1的Molecular 它會去抑制這個Nature Cell的活化 這是最典型的一個機制 好 但是 假設這個細胞有被病毒感染 或者是它已經開始要癌化的細胞 也就是受到壓力 或者是要癌化的細胞 甚至已經變成癌細胞了 這時候呢 它上面除了第一個就是 MHC Class 1的Molecular 可能會改變它的表現量 所以抑制訊號就不見以外 第二個是 它會產生一些Protein 像 這個 這個 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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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U LBP1 到3 這一些Protein 它是一個來根 它會去跟 NK Cell上面的NKG2D做結合 這個是最常被提到的 那其他的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東西 大家就參考一下 那這個是最常被提到的一個 活化NK Cell的途徑 那 NKG2D 假設跟這一些Protein做結合之後 它就知道 好 這兩個細胞不正常 好 它就去把這兩個細胞破壞掉 好 那它破壞的手段就是 釋放所謂的Perforium跟Granine 去把這個 細胞打動 然後最後把Granine送進去之後 讓它Apoptosis掉 OK 好 那最後一個In-N-Unity 是所謂的發炎反應 就是 舉例來講 像 這些細菌進來的時候 好 在我們的 假設它破壞的是 皮膚表面 好 它這個細菌跑進來了 好 我們皮膚表面就會有一些Fargoci 像Nutrophil 或者是像Dentritic Cell 那這邊沒有畫到的是像 Marcofage 也會參與在這一邊 它可以幫忙去吞噬掉這些細菌的過程中 它會釋放出一些Cytoccan 好 舉例來講 像 Ircis 這個是最常 大家在看發炎反應的時候 最常會去測的一個Cytoccan 它幾乎所有的細胞幾乎都可以釋放這個Cytoccan 以及肝臟的Cupacel等等的 你會看到所有細胞幾乎都會釋放 只要有感知到這些微生物的話 它基本上幾乎都會釋放所謂的Ircis 它就會促進局部區域的發炎反應 好 這些Cytoccan釋放出來之後呢 就會使局部區域產生這個發炎的反應 那如果你是全身性的感染 那當然就是系統性的一個發炎反應 舉例來講 假設你已經到了整個病毒感染的話 可能比較會容易誘發全身性的 就是菌血症 那個病毒血症 好 這時候你就會產生所謂的系統性的發炎 你就會開始發高燒 然後全身的一些免疫細胞的活化 在全身基本上都會活化起來 那如果是細菌感染 局部的細菌感染 大概就是局部區域會有紅腫熱痛的那種現象 就是細菌在這一邊被這些發炎反應 在這局部區域產生發炎反應 那它會促進血管的通透性的增加 然後讓這些免疫細胞跑到你的這個被感染的地方 去把這些細菌吃掉 好 那像吃掉之後 像Nutrophil 把這個細菌吃掉之後 其實它通常也就跟著死掉了 好 那就留在這裡去形成所謂的Path 濃 好 那 好 那如果是系統性的 就比較嚴重 好 像菌血症 就是你細菌感染已經擴散到全身 血液裡面甚至都測得到細菌的出現的時候 這個就會有系統性的那個菌血症的狀況 通常這個就比較嚴重 就是要全身性的用抗生素去做治療 好 那再來 Nutrophil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它會把細菌吃進去之後 釋放在細胞內有一些 所以 去把細菌破壞掉 那破壞的過程通常 Nutrophil 跟著死掉 好 那另外 Marsel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它會釋放所謂的主子安 histamine 它就是 可以促進血管的通透性增加 以及血流量的增加 好 所以它可以讓 局部區域的血管 血流量增加之後 就比較多的血液 跟白血球會跑過來 另外 內皮細胞的通透性增加 這些免疫細胞就比較容易跑出來 到組織之間 去把組織裡面 那個 跑進來的微生物把它吞噬掉 好 那再來 剛剛提到的這些 發源性的Cytocon 像Irosis 只是其中之一 另外還有像TNF Alpha L1 Beta 之類的 還有 另外它還會促進一些Kemocon的產生 那Kemocon就是所謂的區化技術 我們待會後面有一張會大概提一下它的作用 就是會 它會吸引免疫細胞到這個受感染的區域來 OK 好 好 那這是 所謂的發炎反應 所以藉由發炎反應 它可以促進在 局部區域的一個 免疫反應比較強 讓你的細菌被殺掉的一個過程可以加速 好 所以這邊像體溫也會增加 因為你血流量增加之後 這邊體溫也會跟著升高 那如果是全身性的就比較麻煩 它會刺激我們體內調節 體溫的那個 腦部的一個控制 讓你全身體溫上升 那這個是全身性感染的時候才會有的 OK 好 好 那發炎反應 常常牽涉到一個作用 我們叫infirma song 就發炎小體的作用 好 那實際上發炎小體 主要有四大類 它有像NLRP1 NLRP3 IPAF跟N2 好 有四種不同類型的infirma song 好 不過通常大家比較常聽到的應該是 NLRP3比較常聽到啦 好 因為這在免疫裡面是比較 常發現說它會被火化的一種infirma song OK 好 比較普遍常見的 好 那它的蛋白 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齁 就是 它會藉由像ASC 這個protein齁 就在這邊 ASC的protein 會把這個 NLRP3 組裝起來 齁 組裝起來像這邊 NLRP3在這邊 那 ASC呢 會把它跟另外一個 Enzyme 叫K-SPACE-1 做連結 好 那連結起來之後 它這一個就形成一個像螺旋狀 就是 它把這三個protein 抓在一起之後 就會構成一個有點像螺旋型的一個結構 齁 蛋白的compress 這個蛋白compress的結構 有點像一個螺旋型的結構齁 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infirma song 好 那在這個階段呢 K-SPACE-1還會被切割的 還會被有切割的動作 好 切割完之後 這個K-SPACE-1 就具有活性 齁 它會釋放出來 從infirma song 釋放出來之後 那這時候 你的基因 假設有受到一些 發炎性腮頭看的刺激 舉例來講 像Tolite receptor的刺激 或者是TNA發發 L1β 之類的發炎性的腮頭看的刺激的狀況下 這時候就會促進PoL1β 或L18 L18 這個腮頭看的表現 就有兩種腮頭看 齁 但是這時候它是沒有活性的 它雖然表達在細胞內 但是它沒有活性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 infirma song被活化之後 它K-SPACE-1就會被活化 齁 經過剪切之後 K-SPACE-1活化之後 它就會把PoL1β做切割 這時候 L1β 或L18 被切割之後 它就具有活性 然後釋放到細胞外 產生發炎反應的作用 OK 好 所以它還可以藉由 Autoclient的方式 再去讓自己的發炎反應更增強 OK 好 所以整個 這個infirma song 其實就參與在整個發炎反應裡面 也是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通常 發炎反應只要局部區域 開始產生了 一些上皮細胞 開始釋放一些發炎性的細胞基礎 出來的時候 通常免疫細胞 甚至一些細胞 上皮細胞裡面 都會有發炎小體的一個產生 OK 好 那這個是 發炎小體 就是參與在發炎反應中的一個物質 那另外 我們剛剛提到說 在整個啟動發炎反應 跟其他的免疫反應的過程中 有一個transcreen factor 它的作用 蠻重要的 這個是一個很critical的一個transcreen factor 叫NNKB 所以通常你們如果 所上同學有報導一些免疫相關的文章的話 幾乎都會提到這個 就是NNKB 那NNKB這個主要劑面 它的作用太多樣化了 它會誘發 在幾乎在所有的細胞 像T cell B cell 或者是Marcophage Nutrophil裡面 你幾乎還有Dentritic cell 你都可以看到NNKB 表達在這個細胞裡面 而且都扮演蠻重要的角色 OK 好 所以在免疫系統裡面 NNKB的Signal Pathway 是一個很重要的Signal Pathway OK 好 那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介紹的是 所謂的傳統的NNKB的路徑 就Canonical的一個NNKB的Pathway 其實它有一個Non-Canonical的 OK 那我們今天先看Canonical的 舉例來講 像有細菌或增菌的感染 透過Tolite receptor的活化 或者是一些發炎性的Cylocan 接合到它的Receptor上之後呢 它會傳遞訊號下來 好 傳遞訊號下來之後 一般來講NNKB活化 需要透過所謂的Ikappa Beta Ikappa Canis Beta 跟Ikappa的Canis Alpha 這兩個NNN 那平常時它會被NEMO 這個Protein把它抓住 好 抓住 但是當 你有訊號傳遞下來的時候呢 Ikappa B的Canis的Compress呢 會被活化 這時候NEMO 就是被磷酸化之後 它磷酸化之後 這個NEMO會被分解掉 分解掉之後呢 這個Ikappa Canis呢 就會去磷酸化 跟P65以及P50 就是Nkappa B它其實不是一個蛋白子組成的 在Compressor的話 就傳統的Nkappa B路徑有P65跟P50 這兩個蛋白 它會形成一個Dimer Hetodimer OK 好 那這個Hetodimer 平常時它會被Ikappa B alpha抓住 它不會進入到 它沒有辦法進入到細胞核 就是在這個狀態下 它沒有辦法進入到細胞核 好 可是當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當你有受到細菌感染或發生性的物質 以及甚至是病毒感染的狀況下 你這個Ikappa B的Canis被活化之後 它會把Ikappa B alpha這個protein做磷酸化的動作 它一旦被磷酸化之後呢 它會被E3 like gas結合上去之後 代替protein做分解 這時候Ikappa就有做ubiquitination的一個過程 就很多ubiquitin結上去之後 然後它就分離開來 送到protein裡面去做分解的動作 那Ikappa B這個抑制蛋白被分解掉之後 P65跟P50就自由了 這時候它就從Cytosol 進入到細胞核去調控 它要調控的基因的表現 包含發炎性的基因 以及Kemochan 甚至一些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跟對抗微生物感染有關的 Enzyme的表現 都會受到NiKappa B的調控 OK 好 所以這個是它一個蠻重要的路徑 那這一些受體的下游 會去活化剛剛提到的像Memo 或者是這個磷酸化 這個Ikappa B的一個途徑 就有還有幾個比較重要的protein 舉例來講像 埃爾萬里Z下方 其實這一些後面其他的受體下方 也都有這些protein存在 其中會直接跟它連結的叫MyData 所以你們在看NiKappa B Passway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兩個東西 一個是MyData 跟另外一個是Trif6 OK 好 因為它是直接連結在受體下方的 它跟活化 就是訊息傳遞下來之後 它跟活化NiKappa B有關 然後如果有結合到一個受體的時候 這一些protein 會被recruit到受體的下方 recruit到受體下方之後 另外還有一個enzyme 就會也會被跟著抓過來 抓過來之後 這個叫Tek 其實它是一個Tek1 這是一個Kannase Tek1Kannase就會磷酸化 這個我們剛剛提到的 Ikappa B Kannase的這個compress 好 那它就會被磷酸化 所以剛剛沒有提到的就是 它是怎麼被磷酸化的 主要就是Tek1 會去磷酸化這個蛋白質 OK 好 那它一旦磷酸化之後 它就可以去磷酸化 Ikappa B alpha OK 那就走後面這條途徑 OK 可以理解嗎 這是NiKappa B其實在整個 免疫系統終結 扮演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好 那它促進 產生誘發的基因 其中就包含 所謂的 除了剛剛講到的 發炎性的Cytocan 其中還有一個是 所謂的Kemocan 那Kemocan 它也是Cytocan的一種 不過在以往 認為它比較主要的作用是 去促進免疫細胞充 就假設這個地方有細菌感染的話 這邊的上皮細胞或 Marcophage等等的細胞 或Nutrophil會釋放Kemocan 所以這個局部區域 受感染的局部區域的Kemocan 濃度是最高的 好 然後它會釋放到血液裡面 或淋巴管裡面 然後就產生一個濃度提度 好 就是這個最濃 然後慢慢釋放出去之後 所以 每一細胞接受 它上面會有所謂的Kemocan的受體 像CCR或CLR的受體 那它會去結合到這個Kemocan上面去 好 那它就去往 濃度T度越高的地方滾動 好 所以我們剛剛要說 像Nymphocyte之類的 假設你接觸到Kemocan 好 它就會先用Selecting做結合 這個是比較結合力沒那麼強的 所以我們叫Week Adhesion 就是 它只是輕輕的沾黏在 那個淋巴管或血管的內皮細胞上 好 這時候它可以在 那個內皮細胞上面 進行滾動的動作 好 當它滾動 滾動到 這個地方 Kemocan的濃度T度最高 好 它就從這一邊鑽出去 好 所以這時候它可以藉由 像Integrin之類的 去跟 這個上皮細胞上面的一些 結合 好 舉例來講它上面會有CD31的表現 結合之後呢 它可以把內皮細胞的間隙打開 其實發炎反應的過程中 我們剛剛有提到 Histamine會讓 內皮細胞的通道性增加 就連結就不會那麼緊密 好 這時候免疫細胞就可以 從穿過這個內皮細胞 進入到這個受感染的區域 OK 好 所以這個是Kemocan一開始被融為主要的作用 但是後來慢慢發現說 Kemocan除了在促進免疫細胞 跑到一些感染的地方去以外 後來慢慢發現說 其實有一些Kemocan它本身也具有活化免疫細胞 或者是增強免疫細胞活化的作用的一個功能 那當然這個就是它的一個附加功能 比較不是主要功能的部分 OK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我們全身上下 有所謂的很多的白雪球 這個白雪球如果以成年男性來講 那這邊我們主要指的是淋巴細胞 就是Lymphocyte 比較參與在後天免疫的細胞來講 它的數目有五百乘以十的九次方這麼多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這個位數是多少 好 那它會循流 就在全身上下的血管 淋巴管跟一些淋巴器官裡面 在那邊做循環的一個動作 舉例來講像Spring佔15% Tonsol-Lymphenol佔40% 好 那再來在Symus胸腺 有10%是在Symus 10%是在Bomero 那剩下的是在血管 或淋巴管中 OK好 那在我們全身上下的淋巴器官來講 我們可以分成所謂的初級淋巴器官 Primary Lymphoid Organ 跟Secondary Lymphoid Organ 好 那Primary Lymphoid Organ就是兩個 一個是Symus 一個是Bomero OK 好 那主要是因為 呃 我們的白雪球 像淋巴細胞 從Bomero製造出來之後 製造出來之後 它會 所以 像T細胞是直接在Bomero成熟 那T細胞還要經過血液 送到Symus 藉由一個Education的過程 好 讓T細胞成熟 再釋放到我們的周邊去 所以這兩個器官 我們把它稱為Primary Lymphoid Organ OK 那其他的像Tensile啊 Spring啊 或者是其他的淋巴管這些結構 或者像腸胃道有所謂的Gut之類的 好 這一種都叫做Secondary Lymphoid Organ 就是刺激淋巴器官 OK 好 好 那在整個Education Education Education 下一步的Adaptive Immunity 或者叫Adaptive Immune的Response 好 那它活化的主要的位置 最常見的是在淋巴結的部分 Lymphenol 像這也是一個Lymphenol OK 好 所以 假設你在周邊有一些APC 舉例來講 像Dendritic Cell 我們剛剛提到 Dendritic Cell 是主要的APC嘛 Androgen Parenting Cell 好 假設它在周邊 吃到一個 病人體 或一個細菌 或者是一個病毒 好 這時候它會隨著 輸入淋巴管 進入 距離它最近的淋巴結裡面去 好 這時候它有一個作用就是 它會在淋巴結裡面 去活化T細胞 然後T細胞 再去活化所謂的B細胞 好 所以T跟B 會在淋巴結的地方 透過吞噬掉 你這個微生物的Dendritic Cell 跑到淋巴結之後 再去活化在淋巴結裡面的T跟B 這兩種Lymphocyte OK 好 那P跟B活化之後呢 它可以從輸出的淋巴小管 或者是血管 再跑出去 然後跑出去之後 它就流到 剛剛受到細菌感染的位置 具體要講一下 甚至是流感病毒感染 那當然就會進輪到肺腸去 去把流感病毒感染的細胞 把它破壞掉 那B細胞就產生抗體 OK 好 那所以 陰內immunity跟Adaptive Immunity之間是有連結的 是有關係的 好 那再來我來看一下 就進入到Adaptive Immunity了 那剛剛 剛剛有提過 你們講義上面打信號 這裡有打信號 這個就是考題從這邊出 好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好 那 我們剛剛提到的說 Adaptive Immunity主要扮演角色的是T跟B Lymphocyte或者你叫TB cell也可以 好 那 以T cell或B cell來講 他們主要作用的方式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 以T cell來講 它主要是 產生所謂的 T cell mediated cytotoxic response 就是直接利用細胞毒殺作用 把受到病毒感染的細胞毒殺掉 好 那B cell主要的作用就是 當它活化之後 它會產生所謂的抗體 那這些抗體可以去結合掉 就是這些入侵進來的一個病毒 或者是細菌的表面 那就促進這個細菌或病毒被破壞掉的一個過程 OK 好 那 所以前面這一個 T cell的反應 我們叫T cell mediated immune response 那如果是B cell 就是antibody response 那也有人把它叫做另外一個名稱 因為這些抗體都會釋放到我們的體液裡面 所以又叫做humeral immunity 就是體液性的免疫反應 OK 好 那這個是他們的一個 主要的兩個機制 好 那在這兩個細胞 基本上都是從Bone marrow製造出來的 就是在Bone marrow裡面有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就是造血性的幹細胞 從造血性的幹細胞裡面 先分化成所謂的common lymphoid protein cell 然後再分別分化成T cell B cell跟B cell 那B cell就直接在骨髓裡面火化 那T cell呢 這我們剛剛已經有提過了 會再藉由血流送到胸腺 這時候我們把它叫simum side 在胸腺裡面的T細胞 在經由胸腺的一個education的過程 它留下有用的T細胞 然後沒有T細胞在胸腺就把它殺掉 好 那我們組織學也講過嘛 98%的T細胞在胸腺education的過程中會死掉 所以你只有2%的T細胞可以出來 好 那2%的T細胞 就是這是成熟的 就是在胸腺成熟的 這個有用的T細胞就會跑到周邊去 產生所謂的免疫反應 OK好 那這個是最早期的一個實驗 就是證明抗體的存在 就是我們體內的抗體的存在 是怎麼發現的 這是最早期的一個實驗 就是它把一隻蒼鼠 打一個毒素進去 打一個毒素進去之後發現 這個細菌的毒素 就發現 應該是打細菌 就發現它會死掉 OK好 那另外一隻蒼鼠呢 則是把這個從感染過這個細菌的蒼鼠體內 抽出來的血清再打到這一隻蒼鼠體內 然後再去感染這個細菌 發現這一隻蒼鼠是可以活著 小鼠 這隻小鼠是可以活著的 從這個實驗就知道說 血清裡面有一個成分 是可以去抑制細菌的感染 OK好 那後來就有人再去做實驗 就是把這個 後來再進一步實驗去證明它就是 把這個血清做加熱的動作 好 那就是這個血清拿出來 那因為你懷疑血清裡面有破壞細菌的東西 那我們就把血清抽出來 直接跟細菌加在一起 好 好 那就發現說 你如果加熱這個血清跟細菌加進去 加到那個培養細菌的位置去 這個細菌可以活得好好的 表示這是一個蛋白質 它會被熱破壞掉 OK好 再來如果你抽出來的單純的血清 就真的可以把細菌殺死 好 但是如果你抽出來的血清是加熱過的 然後你再從一個就是沒有感染過這個細菌的動物身上取出來的血清 也發現它還是有能力殺掉細菌 原理在哪裡 主要是因為 對 這一個加熱過的血清裡面的這個 antibody雖然稍微有點被破壞 以及它的補體 因為加熱被破壞 但是你Fresh抽出來的血清裡面 會有所謂的補體 這個補體 只要沒有被加熱破壞掉 這個Fresh的 serum 的補體可以幫忙破壞掉細菌 同時 所以同時也發現有補體的存在 OK 好 所以就從這個簡單的實驗就證明了這個抗體的存在 好 那以抗體來講 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主要是由B細胞所釋放的 OK 好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adoptimunity有四個特性 就是什麼 多樣性 專一性 記憶性跟耐受性 OK 好 那它的多樣性是怎麼來的 就是 以我們舉B細胞當例子 從projector cell在骨髓裡面 的前驅細胞 當它分化出B細胞的時候 這些成熟B細胞跑到周邊去 它會有很多不同的clone 好 像這一邊畫出三個 就是α β 跟γ 三個B cell 好 這就是三個clone 好 這三個B細胞上面會有所謂的B cell的 receptor 同一顆B細胞上面 當然受體不會只有一個 這邊只畫了一個 實際上它一顆B細胞上面受體不會只有一個 那 它的所有的受體認知的都是 就是同一個蛋白質的某一個片段 OK 所以這個叫一個clone 好 那 所以這邊有三個clone 那 所以在骨髓製造分化的過程中 我們待會會講 它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多的不同的clone出來 同一顆B細胞上面 它會認知同一段的小的peptide 所以這個叫一個clone的細胞 B細胞 那這邊畫了三個 所以它至少可以認知三種不同的peptide片段 所以這個叫做多樣性 那當然在我們體內不可能是只有三個clone 所以我們體內的B細胞出來的clone 會有上千萬種 它可以認知不同的上千萬種不同的peptide的片段 OK 好 所以當假設你現在有一個抗原進來 其中某一個clone的B細胞 像這邊是beta這一顆 它會去它上面有低色 receptor 剛好可以跟這個抗原做結合 這個B細胞結合到抗原之後就會活化 前面這只是成熟的B細胞 它還沒有被活化 成熟跟活化是兩個階段 好 這個成熟的B細胞結合到抗體之後 這個抗原之後 這個叫抗原 那它就會活化 活化之後它會有增生的動作 好 所以其他這兩個α跟γ不會增生 因為它沒有被活化 但是beta會被增生 所以beta這一顆B細胞 這個clone的B細胞會大量增生出來 那它會認知同一個抗原的片段 好 那因為它會 這個clone是會大量增生嗎 它就專一性的認知這個片段 這個就產生了後天性免疫的專一性 所以它的專一性是這樣來的 就是某一個 認知某一個特定片段的b細胞的clone 或t cell的clone 會大量的增生 所以造成它專一性的出現 OK 好 那這就先介紹到兩個它的特性了 好 再來介紹第三個特性 就是免疫的記憶性 就是免疫可以在大體immunity 是具有免疫記憶的一個能力的 就是 當t或b在 認知到某一個抗原的時候 第一次 曝露到某一個抗原的時候 它會活化 然後它會分化 就是有一群 增生出來的一群t或b細胞 會是所謂的作用細胞 它可以去把這個入侵進來 微生物做破壞的動作 好 但是這時候呢 它也會留下一小群細胞 這個叫memory cell 這一群細胞 它已經辨識過這個抗原了 所以它對於這個抗原 它就記住它了 好 記住它之後呢 當第二次 我們就看粉紅色的這個曲線 當它第一次曝露到 A這個抗原的時候 當它要活化到 整個免疫反應最強的時間 大概要兩週的時間 OK 好 那 而且反應力大概只有到 就是一倍的話 就是把它最高頂峰當1的話 好 它就 它的反應力大概就到這邊 所以它時間啟動要比較晚 而且它的反應的 免疫力的能力 也大概就是到1這個階段 可是它留下的這一群memory cell 當它第二次曝露到相同抗原的時候 它可以很快速的 就是不用兩週的時間 大概在一週之內 可能五天左右 三到五天左右 它就可以到免疫的最高峰 而且它的免疫的能力 對抗這個A抗原的能力 帶有A抗原的這個維生物的能力 會非常的強 OK 好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免疫的記憶性 OK 所以我們打疫苗其實就是促進這個 免疫記憶性的產生 好 好 那這個是免疫記憶性的一個來源 就是因為會留下一群所謂的memory cell 所以它第二次曝露到抗原的時候 它就直接從這個memory cell 直接大量分化出所謂的作用細胞 Effector cell 那這一群就可以產生很強的免疫反應 直接把這個入侵進來維生物破壞掉 那它又不需要再經過prime的動作 就是直接增生了 所以它的反應時間也會比較短 OK 好 就可以快速反應 好 但是當這個B細胞 如果B細胞如果是曝露另外一個抗原的話 因為它之前沒有接觸過嘛 所以對它來講是第一次接觸 它就要重新開始反應 OK 好 所以這個是第三個特性 最後一個 Adule Immunity的特性 是所謂的免疫的耐受性 就是 我們回到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就是 我們的 在Lymphocyte在 骨髓或胸腺製造的過程 它會產生非常多的Clone 對不對 好 那 產生的非常多的Clone 會不會在產生的過程中 某一些T或B cell 它上面的T cell receptor 或者是B cell receptor 剛好會去辨認到我們體內蛋白質 或細胞製造出來的一些蛋白質 或者是一些物質 那這些是正常的 你的T或B不應該去攻擊它 對 那但是它有這個Clone存在的話 它就會去活化 就會攻擊自己的細胞 那這個就產生所謂的自體免疫疾病 OK 好 所以預防這個東西產生的狀況下 所以我們體內有一套系統 就是讓它藉由所謂的central tolerance 跟peripheral tolerance 就是自我耐受性的一個產生 讓它不要產生 會對自體抗原 就是自體抗原指的就是 自己的細胞會產生的蛋白質 這個叫自體抗原 不要對自體抗原 產生反應的這個T或B細胞的Clone 跑到周邊去 好 或者是它跑到周邊去了 有一些還是會漏掉嘛 漏掉跑到周邊去之後 藉由所謂的peripheral tolerance 可以在周邊抑制它的活化 好 我們大概就來講一下 那以central tolerance來講 當然就是 在骨髓或者是在simus的時候 B細胞跟T細胞在成熟的過程中 在骨髓或在simus的這個階段 它就會對於T或B進行它上面的受體 進行修飾的作用 OK 好 所以如果這個受體 它可以跟正常的 就是我們體內的這個 像以T細胞來講好了 它送到胸腺 胸腺的上皮細胞 我們上組自己也有提過嘛 Type 2的Ratical Epicellular Cell 跟Type 5有沒有 會製造出全身上下 表達出全身上下的 都有的 該有的一些蛋白 好 那你T細胞這個可龍去辨認它 好 假設 你會 你對於self antigen 這個就是自體抗原 或叫auto antigen 好 會產生反應的話 正常狀況下 這一個可龍會被 破壞掉 這個細胞會被破壞掉 好 這是正常的狀況下 好 那 假設 這一個 另外一個狀況是 你本來的receptor 是會辨認自體抗原的 好 那 我就在胸腺 或者在bone marrow這個階段 把你的這個受體 進行改變 結構進行改變 讓它 不會去辨認到自體抗原 那這一群細胞可以跑到周邊去 好 因為它的受體的結構 其實你從這邊形狀看 它形狀已經改變了 好 所以它不會辨認自體抗原了 所以上到周邊去是安全的 OK 好 那第三種狀況就是 好 它是正常的細胞 那當然 這個3 這個是正常的就是 它不會辨認到自體抗原 所以它沒事 所以它就送到周邊去 好 所以它這個是正常的一個細胞 這是最理想的一個狀況 好 那 第四種是 它會辨認自體抗原 那它在 胸腺 或bone marrow 它也逃過 這個篩選的過程 它跑到周邊去了 那怎麼辦 好 這時候有幾個 在周邊 前面這個階段 叫central tolerance OK 那 後面這個階段 當它已經跑到周邊的免疫器 免疫器官去之後 這時候就是產生所謂的 peripheral tolerance 就是它有一個機制 第一個是 當它接觸到自體抗原的時候呢 假設它沒有刺激訊號去刺激它 好 這時候這個T細胞 要嘛就是死掉 要嘛就是屬於不活化的狀態 OK 這是 第一一個作用 就是DC 3-1 T-cell 我們待會後面會講 DC3-1 T-cell的活化的過程中 它除了T-cell receptor 跟MHC class 2 preempt出來的 antigen要結合以外 良好的結合以外 它還要二級訊號去刺激它 好 但是如果沒有刺激訊號去刺激它的時候 它會死亡 或者是它就不活化 這個叫clonal deletion 或者是inactivation OK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機制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兩個機制是其中之一 但是有一個機制非常重要就是 我們體內的T細胞 有一群叫做調節性的T細胞 好 這個在周邊免疫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假設這個細胞是會對 治理抗原產生反應的T細胞 它在跟DC要活化的過程中 regulatory T-cell調節性的T細胞 會去干擾這一顆細胞的活化 所以這個細胞就沒辦法活化 OK好 所以調節性T細胞在周邊 去抑制所謂的自體免疫反應 是扮演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OK好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peripheral tolerance的部分 OK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幾分 好 那我看看 9點半 我們講到45分再 50分再休息一下 好 我們今天休中間休息一段就好 好 那首先我們來介紹所謂的抗體的部分 抗體有一個名稱叫immunoglobin 免疫球蛋白 中文翻譯叫免疫球蛋白 那它的典型結構 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y字型的結構 裡面深藍色這兩條叫heavy chain 外面這個淡藍色的這個是light chain OK好 好 那下面這一個位置 我們叫做fc的region 好 上面這兩個位置叫fab 所以fc跟fab OK 那真正會去跟抗原結合的位置 是在fab的頂端的這個地方 會去跟抗原結合 OK 好 那 在這一個light chain或heavy chain中間 就會藉由所謂的雙流鍵 像light chain可以藉由雙流鍵跟heavy chain連結在一起 那兩條heavy chain之間也有雙流鍵把它結合在一起 OK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切割 用一些不同的效數去切割 這個大家就看一下就好 好 可以把它切割成不同的片段 好 那 以heavy chain跟light chain就會構成一個y字型的這個抗體 這個是最常見的在一些教科書啊 或者是我們在看一些paper的時候 他畫抗體通常是畫這個樣子 OK 好 實際抗體不是只有這一種 這是典型的IGG這個type的抗體的樣子 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 那整個B細胞在成熟的過程中 就在Bormel裡面成熟的過程中 他從Carmine lymphoid protein cell 先成形成所謂的ProB 好 這個ProB cell在這個階段 他還沒有產生表達所謂的B cell receptor在上面 好 這時候他會先表達出heavy chain 然後他會 但是在他細胞內 他會先開始製造heavy chain的部分 OK 好 B cell receptor的heavy chain的部分 當他進入到PreB cell的階段 這個時候heavy chain就會表達出來了 好 那light chain的位置 他會先用一個所謂叫做selegate的light chain 這個不是真的light chain 就是要表達一段假的基因 製造一段假的蛋白 先擋在light chain的位置 不要讓其他東西連上去 好 等到他進入到immature的B cell的時候 就是還未成熟的B cell這個階段 他就會表達真正的light chain 這時候這個light chain就會結合到heavy chain的旁邊 好 所以實際上大家可以看到 B cell receptor長得是不是很像抗體 其實抗體就是B cell receptor OK 好 那 差別只在於說 會形成B cell receptor抗體只有兩種 就是IGD跟IGN這兩種抗體 可以形成B cell的 receptor OK 好 所以B cell上面會表達IGD或IGN 這兩種抗體當作它的受體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齁 就是它藉由上面的這個IGD或IGN 形成的B cell receptor 去跟所謂的抗原進行結合 OK 好 所以這邊就畫出很多Clone 其中這個Clone 如果會它上面的B cell receptor 剛好會跟某一個antigen產生結合的話 它這個Clone會活化 OK 好 就是再重複一次 就是它會增生 好 那 這個增生的過程叫Clone mode expansion 就是這個出落 它會有增生的狀況 OK 好 好 那整個抗B cell的受體 齁 在活化之後呢 它跟抗原的結合 它會依照它的affinity做決定 齁 所以整個B cell receptor 會去 呃 跟抗原就是 呃 結合的位置呢 就是在 以抗體 B cell receptor 或者是 釋放出去的抗體 齁 因為它都其實都是抗體的結構啦齁 好 會去跟抗原結合的位置 我們叫epitope OK 好 那這個會結合到抗體的位置的地方齁 齁 就是antigen上面會跟抗體結合的位置 我們叫epitope 好 所以某一個蛋白質 好 再講像某一個antigen上面會去跟這個抗體的 這個fab region頂端的這個抗原的結合位 良好結合的話齁 就粉紅色的這個位置 就是所謂的epitope OK 好 那如果它有一個良好的結合 就可以讓這個B cell大量的活化 那如果結合力像這一種是不理想的結合 就看情況齁 它可能就不會產生反應 OK 好 所以它的結合的一個強度 affinity 是蠻重要的 OK 就是它跟b形成al 就是它跟bcell Fab region的結合 是不是有一個良好的一個結合狀況 齁 那剛剛有提到抗體其實有很多形式 好 那可以分成所謂的igm eigd IgG IGA跟IgE五種 那IgM跟IgD 其中IgD是不會釋放出去的 它永遠會結合在B cell的membrane上 所以這個是固定的 但是IgM雖然可以形成B cell receptor 但是當假設有一個抗原 跟IgM結合之後 發現有一個良好的結合狀況 這一顆B cell就會開始大量的製造IgM的抗體 然後它本來的穿模區 它製造出來的新的IgM的抗體 它就會把穿模區給切掉 所以它不會結合在B cell的membrane上面去 好 它就可以釋放出去 然後釋放出去之後 它會藉由所謂的J chain 就是一個蛋白質形成的J chain 把它的FC的region拉在一起 形成這種五合體的結構 好 這是在B cell產生抗體的時候 最快製造出來的抗體 就是IgM 好 那它結合抗原的能力當然很強 就是 那它在血液中 通常血液中 這個IgM抗體占的比例大概是10% OK 好 好 那它有一個很強的作用是 它可以去活化補體 它活化補體是最強的一個抗體 好 那這個IgD呢 它則是B cell的membrane上面 結合在上面的一個抗體 形成所謂的B cell receptor 所以實際上它不會釋放出去 好 那在血液中最多的抗體是IgG 這個抗體 它就是一個典型的Y字形的一個結構 好 那它在血液中的抗體的總量大概是75% 它的功能也是最多的 它可以像活化補體啊 然後它可以穿過像胎盤之類的結構 也可以去活化像Marcofage或Neutrophil 我們大概會講說它怎麼活化的 好 那再來IgA 是像這樣雙合體的結構 好 那我們在上組織學政課的時候有提過嘛 呼吸道啊 消化道啊 拓線等等的都會 下面的Plasma cell產生的IgA的抗體 可以藉由Trancytosis的過程釋放到這些唾液或消化液之中 去對抗微生物 就是先把微生物做結合的動作 防止感染 好 那再來IgA這個抗體主要是 它主要參與的作用是結合在像Marcofage的這個受體上 去誘發Marcofage釋放大量的histamine 這個比較是另外一個作用就是Marcofage或Besophil也有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是抗體的幾個比較主要的作用啊 就是第一個 假設這個細菌 上面剛好被某一個抗體辨認到了 好 它可以藉由它尾端的FC的region 所以我們FAB的region去結合抗原嘛 但是FC的region不是沒有用 FC的region會跟細胞像Marcofage或Neutrophil這些細胞上面 有所謂的FC的receptor做結合 所以像這一個就FC的region就跟這個FC的receptor結合之後 這個Marcofage或Neutrophil就知道說 哇 有一個細菌被抗體抓到了 那我的Phagocytosis的能力就增強 就把這個細菌吞進去 OK 所以像這是一個電線的照片的圖 就是這樣就把它吞進去 所以它有促進吞噬能力的一個作用 OK 好 這是第一個作用 那剛剛講到的IgE這個抗體 它比較是針對Marcel跟Besophil 就是假設你現在IgE 它是促進Marcel或Besophil釋放histamine 就是讓舉部的血管的通透性增加 免疫細胞比較容易進來 OK 這是它的一個正常的作用 好 所以 當你的IgE製造出來的時候 它會先 還沒結合到抗原的這個階段 它就先 它的FC的region 就先跟Marcel或Besophil上面的 這個FC的region做結合了 好 那假設這時候有一個antigen進來 這個Marcel就大量的釋放histamine 好 那它就可以促進血管通透性的增加 造成局部區域的發炎反應 OK 好 這是正常狀況 好 但是不正常的狀況就是 它會誘發所謂的過敏反應 好 就是 假設有些人 對於 甚至第一個 最常見的大概是花生蝦子之類的 海鮮類的 假設有些人對於這個東西會過敏的話 就是表示 你製造出來的抗體之中 IgE的抗體之中 你會對於吃進來的這些東西做結合 好 所以通常你第一次吃到蝦子 或第一次吃到花生 假設你會對這兩個東西過敏的話 某一個東西過敏的話 你第一次吃到它的時候沒事 因為這時候你的B cell 剛判出IgE這個抗體 好 那它就會結合到Must cell上面 可是第二次你在吃蝦子進去的時候 這個抗原就進來了 進來之後它就結合到這個Must cell上面 就在局部區域產生快速的 那個所謂的過敏反應 就是釋放大量的Histamine出外 就造成過敏反應的產生 OK 好 所以這是它的另外一個 可能如果你剛好是過敏體質的話 就是會有這種現象 OK 好 所以IgE它跟過敏反應 會是比較有關的一個抗體 好 那IgE我們剛好提過了 就是藉由Trancytosis的過程 釋放到一些製造消化液的管槍 或管道裡面去 去把這些微生物 入侵進來的微生物把它破壞掉 好 那再來我來看一下 抗體產生的一個 為什麼它可以產生所謂的 多樣性的一個過程 好 以人類的LiveTran 或HeavyTran的基因來講 我們抗體在俯成HeavyTran的過程中呢 好 我們就以這個來做例子好了 HeavyTran 它有V D J 三個區域 這個在Human的這個 我印象沒錯 它在第七類Cromosome上面 好 那它會去跟這個V D J 中間 如果它要形成HeavyTran的時候 它從V1到V40中間挑一個出來 然後 D1到D25挑一個 J1到J6挑一個 好 所以你40乘25乘6 它有幾種可能性 非常多 這個我會懶得算了 OK 好 這個只有HeavyTran喔 好 那所以HeavyTran是V D J的結合 LiveTran呢 則是V跟J 所以它的V一樣40個 J是J1到J5 所以40乘以5這個比較好算 200種 好 200在乘以這邊的數字 它可以產生幾種 非常多種 非常多種 好 好 所以藉由這種方式 可以讓它產生非常多 不同Clone的B cell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嘛 表達在B cell上面的B cell receptor 其實就是抗體 只是它有穿模區 就是後面這個C 它有紫色的穿模區 它可以結合在上面 OK 好 那 所以它可以產生不同的B cell的Clone 那 這個B cell 假設它被活化 這個Clone假設被活化的時候 它產生的VD J其實是同一個 因為它的Genome 在它成熟的過程中 就已經經過剪接的動作了 OK 好 所以它可以產生多樣性 這是第一個原因 就是VD J 那再來 它會產生不同的釋放出來的抗體 主要就是因為 在FC的region 有所謂的 這個 像 γ,ε,α之類的 或這個 這個好像念什麼 浪達還是什麼 不是浪達 那個叫什麼 忘記 拉丁字根 常常有時候會忘記怎麼念 像Delta 這個就是 Igd 它FC的region 主要就是 結合 帶這個 FC的Delta 那如果是 Igg 就是FC的γ OK 那這是 Igm的 OK 好 所以藉由 結合FC的region 它挑了哪一個 它就產生哪一種的抗體 OK 好 那同一個B細胞上面 當然它可以 它都帶有這些genome 所以當它活化之後 它就會 一開始是先大量的產生Igm 再來就會開始產生Igg 那當然如果你是要產生IgE的話 就是FC用為主 OK 好 那再來 它除了 呃 剛剛提到的VDJ VJ 之間的 重組以外 這是一種方式 增加多樣性的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 它還有其他的一些機制 舉例來講 像 它利用ForWave的 它怎麼樣去挑VDJ的結合呢 它透過兩個酵素 這兩個酵素叫 Recombination Signal Sequence 的Recombinase R-A-G 它的全名在這裡 那 分成reg1reg2 OK 好 這兩個酵素的作用 可以讓它VDJ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裁切 把 像V 和 D中間 會有很多不需要的DNA序列 它要挑其中一個 它就把中間的 像這樣子 把它切掉 OK 這一個就是reg1reg2的Enline 它會Bunding在上面 然後把中間切掉之後 再把這個V跟J 結合在一起 形成一條Light Chain OK 好 這是它的第一個作用 那 這個是最簡單的 叫Deletional joining 就是把它中間切斷之後 再把兩點接起來 這是最簡單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殊一點的是 所謂的Inversional joining 它的做法是 好 我把這個J1 本來應該是頭端接到V1的尾端對不對 我把它反過來 就是直接把它切斷之後 它切的反而是這個位置 J1的這個位置 然後把基因整個導過來接 好 所以J1 同樣是J1 但它的序列 剛好是反著走的 好 這個可以 這個叫做Inversional joining 這也可以增加它的多樣性 OK 好 另外它還有第三個增加 這個抗體多樣性的方式 或者是B cell receptor 受體的多樣性的第三個方式 就是叫J1的一個Inprecision 就是我們希望它在連接VDJ或VJ過程中 不要那麼精準 就剛好切斷剛好就是接上去 因為它希望多樣性越多越好 所以它接的時候 它切的時候的作用基轉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Rate 1 Rate 2在切的時候 它會認這個序列 就是剛剛講的Recombination Signal Sequence 認到之後 它就把這一段序列切掉 好 那這邊的後面的這個序列也把它切掉 這邊是取Lite Chain的VJ的例子 好 切掉之後 這一段序列 就被拿掉了 好 拿掉的過程中呢 它一開始會先把 這個DNA的5'到3' 這邊是3'到5'這個位置 先把它用 共架鍵先連結在一起 好 再來這兩段要結合在一起的過程中 它不是直接好 我再把中間切斷 然後兩個就結在一起 齁 它切可以從中間這裡切掉 所以它不是從中間這裡切 所以它從旁邊側面 隨便挑一個位置 我就會切 所以它切不是切得很精準 OK 好 所以我們叫Impresition 就是不精準的切法 齁 好 切斷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 Sticky End會跑出來 好 就是多一段嘛 因為從這裡切 這個攤開來 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OK 好 那另外一邊 這一邊也是切的時候呢 它這個是從中間切 但是切的時候 它可以額外加Nucle Tide進去 OK 那這個額外加進去的Nucle Tide 叫Nucle Tide OK 好 那如果是這一邊 是這種攤開來的 就它切旁邊 然後把它拉過來 多一些 就這邊有一個Overhand的序列 上面也會被補Nucle Tide 跟大家互補的Nucle Tide上去 這個叫PNucle Tide 好 然後再來就把這兩股結起來 所以中間又會多一些序列 所以這個叫 Junctional Imprecision 就是藉由P跟N 這兩種Nucle Tide 讓它結合的這個位置 其實又出現更多的多樣性 OK 好 所以它的多樣性 主要就由這幾個基轉來產生 好 那我們上半節先講到這裡 好 那我們待會就是休息十分鐘 待會 嗯 7 2 7 3分的時候大家再進來 好 那我們再把後面講完 OK 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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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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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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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1 2 2 1 1 2 2 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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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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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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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藉由這種方式把Cytocin變成Eurasio之後 它可以往上形成這種狀況 第一個這一股在DNA複製的時候 它再複製回原本的GC配對 但是下面這一股會變成AT配對 OK好 那還有另外一種狀況是 好這個Eurasio 它就把它切掉 然後上面的G 在DNA藉由Replication的過程中 它用另外一股去修復回來 又會變成GC配對 OK好 所以它可以GC配上上面三種組合 其中一種 這個叫Somatic Hypermutation OK好 那再來一個是 我們在表達B-Cell或T-Cell Receptor的時候 那像這邊舉的是B-Cell Receptor 它可以從我們的GENOME 有從爸爸來的 有從媽媽來的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個是從媽媽來的 這是從爸爸來的 好 那你的Heavy-Cell 你在表達在B-Cell上的時候 你可以挑爸爸的也可以挑媽媽的 Heavy-Cell會先表達出來 我們剛剛有提過 好 所以 Heavy-Cell 像它就挑媽媽的Heavy-Cell出來 OK 好 那在Light-Cell的部分 有分所謂的Capa跟Landa 它Capa跟Landa會挑一個 OK 這邊就挑了爸爸基因的Capa-Cell 當Light-Cell OK 好 所以這一種方式 就可以讓它 表達出來的B-Cell Receptor 又有不同的組合 OK 但是 同一顆B-Cell上面 表達出來的這個B-Cell Receptor 都是相同的 就是相同基因 它既然挑了它跟它 所以這一顆細胞上面 表達出來的B-Cell Receptor 不會只有一個 會有許多個 那都是 這兩個基因製造出來的 OK 好 所以這個叫 那個 它的Monosex的一個產生 好 那再來 整個B-Cell在 這個是它製造的過程 那我們大概其實 剛剛前面大概都已經有提到了 所以 在整個B-Cell Receptor製造的過程中 它一開始其實會先表達 表達出Heavy-Cell Heavy-Cell出來之後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Selrogate的Light-Cell OK 好 那在 等到它表達 這個Heavy-Cell 跟SelrogateLight-Cell的時候 這個叫 Pre-B-Cell Receptor 好 下面 它會Recruit一個 IG Alpha 跟Beta的一個Monocle 下面有Item Motif 這個Item Motif 會表達 這個 會讓 這個 V的Pre-B 跟Landa-Fi的這個表達 就是 就是 這兩個 就是SelrogateLight-Cell的基因的表達 停止 所以 它這一個就不見了 OK 好 然後再來它會啟動 真正Light-Cell的基因的表達 這時候Light-Cell的基因表達就會表達上去 OK 好 所以這個是 它的一個大概的作用的一個機制 好 好 那再來 我們就是 看說 它怎麼樣從Membrane-Fone變成Secretion-Fone 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 它的 穿模區 就是Membrane的這個Region 有沒有被切掉 好 所以以 Igm來講 因為 Igd不會有Secretion-Fone 但 Igm有 所以我們就只能 舉 Igm當例子 假設 你在挑的時候 它這個有 Trans-Membrane的Region 你 你挑的 你的Stop-Codent 這裡有兩個Poly-A-Site 其實就等同它的Stop-Codent的 要停留在哪裡的位置 好 假設你挑完之後 走完基因是Message RNA是表達到這一邊 你就會涵蓋Trans-Membrane domain 所以你就是Membrane-Bound變成B cell receptor OK 好 但是如果你的基因Message RNA 轉入的時候 只轉入到這一邊 那你就沒有Trans-Membrane domain 所以你就變成釋放出去的Igm的抗體 OK 好 所以這個是它為什麼 它怎麼樣 形成Membrane-Fone的 怎麼樣形成 釋放出去Secret-Fone的 那製造Secret-Fone的通常是 Membrane-Fone會先製造出來啦 那B cell有活化的時候 它就會盡量表達是Secret-Fone的這種形態的 這個抗體出來 OK 好 這跟它活化過程也有關係 那這個剛剛其實已經有提過了 就是 你要製造不同的這個像IgA IgG IgG 就看你後面挑的這個 F-C的Region是挑哪一段基因 OK 好 那像你挑IgG的話 還可以分IgG1 IgG2之類的 OK 好 那 這個就會造成說好 你會 可以產生不同形式的抗體 那你要挑哪一個片段會取決於 CD4 T cell 假設你這個B細胞是跟CD4的 像 TH1 或 TH2做結合 像 TH2結合的話 去去去輔助 Antigen Plantation的話 那 TH2 cell會表達Ig4 那它就會比較 要傾向於結合形成IgG2的抗體出來 在人類 那在小鼠的話 相反是IgG1 OK 好 所以這個是它怎麼樣去調 抗體的類型 這跟CD4 T cell有關 所以這時候就把T跟B連結起來了 OK 好 那這個是 抗體怎麼樣形成多樣性的一個過程 所以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 OK 好 再來我們來看所謂的MHC 這個Molecular 跟Antigen Plantation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主要是在 T cell跟Bentry T cell 或者是 像 如果是CDA 毒殺性的T細胞 跟它要毒殺的細胞之間的一個作用 OK 好 那在人類 跟小鼠上面 會有說 一家人類的MHC的基因 我們叫HLA OK 那如果小鼠的MHC的基因 我們叫H2 OK 好 那 人類的HLA呢 可以有表達Class1 所以Class1通常畫出來會像這個樣子 就是 只有一隻腳 它是一個alpha chain 那 紅色的這個地方是Beta2的Globulin OK Micro-Globulin 所以它不會直接穿過細胞膜 所以通常你如果看Paper 畫一隻腳的大概就是Class1 畫兩隻腳的就是Class2 OK 好 那Class1是在人類 是由ABC HLA的ABC 所組成 好 那 如果是Class2 就是DP DQ DR OK 這邊DP沒有畫出來 不過下面這裡有寫 OK 這邊DP DQ DR OK 好 那它會形成組成不同的Class2 OK 好 那Class2主要是在DC 或Marco-Fudge 以及B-Sale上面表達 那當然還有一些比較是non-professional的APC 舉例來講 胸腺上皮細胞 OK 因為它要教育T細胞嘛 所以它要呈現Class2 所以那個 但是它主要作用不是去活化T細胞 所以我們叫non-professional的APC OK 好 那小鼠的話 它的MHC Class2是IAIE 那Class1的話是KDL OK 好 所以取名有點不太一樣 好 那 嗯 Class1呢 會表達在人體全身上下 你只要有DNA的體細胞 跟免疫細胞都會表達 所以也就是 除了通常只有RBC不會表達以外 其他細胞幾乎都有 OK 好 但是Class2就是我們剛剛提過的 就是在DNA的Cell B-Cell 跟那個Marco-Fudge 有 好 這個是周邊的 那 在Primary當然就是胸腺細胞 OK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說 它的結構 我們剛剛大概已經提過了 Class1是一個Alpha Chain 跟下面的Beta2的Micro-Globid 所組成 那如果是MHC Class2的話呢 則是一個Alpha Chain 一個Beta Chain OK 好 那它們的基因是在人類的 第六對Chermosome上面 好 那其中 A B C就是在 比較後面的位置 那 DT DQ DR 是在前面 那它分別都有形成Alpha Chain 跟Beta Chain的基因 OK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 所以 以一個人來講 以MHC Class1來講 每個人的身上的細胞 你會表達六個不同的MHC Class1 為什麼 因為Class1 A來 因為它會 由A B C決定Alpha Chain是什麼 對不對 好 這些基因 它並不會經過剪切 所以它都會表達出來 好 所以一顆細胞上 會表達爸爸基因來的A B C 也會表達媽媽基因來的A B C 所以一個人的細胞上 以Class1來講 會表達六種不同類型的Class1 OK 那Class2因為太多類型了 因為它可以調不同的組合 所以這個就比較難計算 好 那再來 整個 MHC Molecule跟T Cell Receptor之間 下面這個是MHC 上面這個是T Cell Receptor 它要去Present Peptide 給T Cell Receptor的過程中 它要是一個良好結合的狀況 齁 所以決定來講 像這個就是一個良好結合的狀況 就是MHC的Monica 跟T Cell Receptor 它不會有說 嘿 像下面這個 結合不太理想 OK 好 這個叫做MHC的Restriction 所以如果你把不同人的APC跟T Cell 放在一起 加抗原下去讓它呈現 你不一定能Print這個T Cell出來 因為它的MHC跟T Cell Receptor 沒辦法良好結合 所以它不一定能呈現抗原 所以為什麼我們盡量挑同一個人的Bentry T Cell跟T Cell 你這樣 MHC才可以Match上 OK 所以這個叫MHC的Restriction的一個過程 齁 好 那整個Class1跟Class2的MHC的Monocular 它其實在作用上有一點不太一樣齁 以Class1的MHC來講 它主要是表達那個細胞內不正常的一些外來的 就是可能病毒感染進去之後 在細胞內它會開始製造病毒的蛋白質嘛 好 那這些不正常的蛋白質在細胞內表達出來之後呢 它會被剪切 然後再藉由Tape這個Channel 送到Vesco裡面去之後 Tape1、Tape2所形的Channel 送到這個Vesco裡面 再藉由這個Amino Peptides的一個剪切 切割成8到10個Amino Acid 比較短的這個片段 好 這個短的片段 Loading到MHCClass1的Monocular的頂端之後 再Plan到細胞膜上 然後再跟CDA T-cell的T-cell receptor做結合 好 所以這個主要MHCClass1 Present出來的是細胞質內的不正常的蛋白質的片段 OK OK 好 那MHCClass2呢 則是說好像Bentry T-cell或Marcophage 它吞噬進來一個細菌 或吞噬一個病毒進來之後 它吞進來了 然後藉由Anderson 把這個Peptide先做初步的切割 切割完之後再送到Vesco裡面去 那在之前還有一個Vesco是製造所謂的Class2的Molecular OK 好 那它剛製造出來的Class2的Molecular 它為了防止我們細胞內有一些短的Peptide 結合到它的頂端 它會先產生一個Invariant chain 就是粉紅色的這一條 把這個Banding的位置擋住 好 然後等到它跟這個Vesco融合在一起之後 這裡有它要放的片段 呈現出來的片段 這時候Clip 它會再被剪切之後 然後有一個Clip 會把Variant chain把它切掉 好 然後再來這個橘色的 這個是它要Present出來的 細菌或病毒的這個Peptide 就會被Loading到這個MHC Class2的頂端 送到細胞膜表面呈現出抗原 OK 好 所以這個是Class2 所以MHC Class2 就是Present它吞進來 藉由Androson 然後藉由Lysoson 把外面它吃進來的細菌或病毒的蛋白質 做切割之後呈現出去給T cell 給CD4的T cell OK 好 所以它們兩個比較呈現的目的蛋白 比較有點不太一樣 好 好 那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整個Presentation的過程中 它會接受到一些 像這個是 它吞噬掉一個就是 細菌之後 就是像抗體 結合在細菌上面 然後吞噬掉一個細菌之後 它會促進Phegocytosis的能力 這個叫做抗體的Upsonization的一個 一個調理的一個過程 就是抗體促進Phegocytosis的一個作用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抗原呈現主要 抗原呈現細胞有 Dentrated cell Marcophage B cell 三種 它其實作用上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就是 像B cell來講 它也會表達MHC class 2 好 可是它的作用不太一樣 它本身會有B cell receptor 它就可以跟抗原做結合了 好 它結合的抗原 像這個是一個蛋白質抗原 好 它結合在這個位置 好 然後撕進來之後 它會把這個蛋白質抗原 在細胞內做剪切 好 然後剪切完之後 橘色的這一段 剛好會被它的MHC class 2 present出來 這時候 某一顆T cell 去接觸到這一個的時候 它剛好又可以跟它 完美的match到 所以這個T cell會活化 活化的這個T cell 它可以再去釋放一些 特別像interferon gamma 或者L4之類的Cidal count 去刺激這個B細胞 再分化成Plasma cell 產生大量的抗體 所以B細胞的抗原呈現作用 有另外一個功能是 讓自己更加的活化 所以跟Dentary T cell不太一樣 Dentary T cell吃到抗原的時候 是去活化T細胞 CD4的T細胞 但是 輔助型的CD4的T細胞 跟B cell的抗原呈現的過程 反而是 B細胞希望T細胞來幫助它活化 OK 所以它們兩個過程作用 有點不太一樣 好 所以我們就簡單用這張圖來看一下 就是 當一個Dentary T cell 吃到一個細菌抗原之後 它會先活化輔助型的T細胞 也就是CD4的T cell 好 這個CD4的T cell 會是藉由釋放所謂的Cytocan 好 去活化毒殺性的 這個CD8的T cell 那這個CD8 T cell 它就可以去 進行 所謂的細胞毒殺作用 好 那如果是釋放的Cytocan 再藉由剛剛提到的 跟B cell產生抗原呈現的一個過程 它可以讓這個B cell 更加的活化 形成所謂的Plasma cell 產生大量的抗體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體液性的免疫 OK 好 那這個是CD8 T cell 跟CD4 T cell 通常CD8 T cell 我們叫毒殺性的T細胞 然後CD4 T cell 我們叫輔助型的T細胞 但輔助型的T細胞 輔助作用也很重要 像這邊大家可以看 輔助型的T細胞 其實它畫在中間 表示它其實角色蠻重要的 你如果沒有輔助型的T細胞的作用 B或毒殺型的T細胞 CD8 T cell 都不太容易被活化 OK 好 所以其實它的作用蠻重要的 OK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是CD4 T cell 它在活化的過程中 它需要 T cell的 receptor的結合 跟MHC Class II的結合 還要次級訊號的結合 那通常最常聽到的大概就是 CD28跟CD80 86的結合 就是T cell上面會有CD28 然後DC上面會有CD80或86 兩個結合之後 這是次級訊號 然後再來 DC會產生腮頭砍 這是三級訊號 這個T細胞才會完全活化 OK 好 所以 T細胞的活化在早期 就是大概 比較被辨認出來的 只有TH1跟TH2兩種 那早期會認為TH1 大概就是去活化MACOFG 毒殺性T細胞 也可以活化B細胞 讓它走向分泌IGG1 在人類 就是IGG1 那如果是TH2 主要是活化B細胞 讓它產生所謂的IGG2的抗體 好 但是後來發現 其實T細胞的族群有更多種 大概我們也會提 大概提一下 好 所以整個過程大概就是 當MACOFG 或Dengry T cell 有吞噬到這一些微生物之後 它會跑到周邊的淋巴結去 活化所謂的NAEVE的CD4的T cell 然後讓CD4的T cell 活化之後 那如果是活化成TH1 它就跑到周邊去 再活化這個CD4 T cell產生毒殺作用 那如果是活化成TH2的話 它就會讓B cell 變成所謂的Plasma cell 產生大量的抗體 產生體液性的免疫 這是它的大概的 之前的大概的一個概念 可是隨著後面 就越來越發現說 T細胞的族群有越來越多 像現在大家比較確認的是 有一個TH17 OK 那就是 主要是表達Alagama T的這一群T細胞 它可以主要 分泌IL-17這個彩頭砍 以及IL-22 它主要對抗的是 細胞外的一些微生物 OK 但是它也可以造成 自體免疫疾病的產生 像EAE 跟這一個TH17的關聯 就很嚴重 就很明顯 好 那TH1 TH2 我們大家剛剛有提過 TH1主要是對抗細胞內的一個 微生物的感染 那TH2比較是對抗寄生蟲 但是它另外一個副作用 是造成過敏或氣喘的反應 OK 好 那 有活化的作用型的CD4的T細胞 也有 調節抑制免疫反應的T細胞 這個我們叫做Regulatory T-cell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Peripheral tolerance很重要的一群T細胞 它也是屬於CD4 T-cell的範疇之一 好 那它主要就是 又可以分成在胸腺 就已經分化出來的 我們叫Nature T-cell 然後有一群是 Nive CD4到周邊之後 藉由TGF-β的刺激 它會形成 表達FASP3的調節性的T細胞 這個我們叫Inducible T-cell OK 好 但是它們都可以抑制免疫反應的產生 OK 那另外還有兩種 那個 也是屬於調節性的T細胞 不過它的一個特色 比較 目前還比較沒有那麼的確定 就是怎麼樣去又把它分化 有一下不是太確定 主要講像TGF-β 也可以讓T細胞 形成所謂的TH3 那它也可以釋放一些像L10之類的塞頭看 那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確定的是TR1 就L10可以促進Nive CD4 T-cell 形成TR1 它會表達L10 這個也可以抑制所謂的免疫反應 OK 好 所以有這一群 就是左邊這一排 都是屬於抑制免疫反應的調節性的T細胞 OK 好 那毒殺型的T細胞 就是CD8的T-cell 它在受到CD4 T-cell 輔助型的T細胞的活化之後 好 這時候它就知道說 現在有某一個病毒感染進來了 好 那它就會去找 假設它現在找到一顆細胞 知道說 好 這一顆細胞有病毒感染 它有兩種機制去破壞這個細胞 第一個是Perforin NK-cell也是用這種方式 就是它可以釋放一個Perforin的蛋白 在細胞 這個被病毒感染的細胞上面打動 然後再把Guinline送進去 讓它產生Apoptosis現象 這一顆被病毒感染的細胞就死掉 另外一個是利用Farsligin跟Fars的結合 它可以誘發Apoptosis的入境 這一顆細胞也會死掉 所以它有兩種途徑 一個是Perforin的一個毒殺作用 一個是Farsdependent的一個毒殺作用 OK 好 好 那這個實驗其實主要是驗證說MHC的retration 跟毒殺性的T細胞的一個作用 這個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這個實驗就跳過就不講 好 因為時間實在太有限了 好 那以毒殺性的T細胞跟一顆被病毒感染的細胞 像上面這一個是被病毒感染的細胞 這一個是毒殺性的T細胞 它也需要抗原呈現 毒殺性的T細胞才知道說 這一顆細胞不正常被感染了 OK 好 所以就是這個被病毒感染的細胞 當它去吞掉一些不正常的東西進來之後 它會藉由它上面的Class1的MHC的Molecular 呈現病毒的某一段或者是細菌的某一段Peptide 給毒殺性T細胞的T cell receptor 好 然後這時候它就知道說 好 這一顆細胞不正常 然後這時候它就可以去釋放像Perforin 跟剛剛提到的Granine B 或者Fast-Ligen的Pathway 去把這一顆細胞毒殺掉 OK 好 所以它還是需要這個結合 就是一個Antigen Plantation的過程 不過這一個是MHCClass1跟T cell receptor 那MHCClass1在全身上下細胞都會表達的 OK 好 那T cell receptor的結構 就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Alpha Chain跟一個Beta Chain OK 那不管是CD4或CD8都一樣 好 那它的一個Chromosome在Alpha Chain的話 是在Chromosome 14 Beta Chain是在Chromosome 7 那它重組的方式跟抗體很像 一樣是由像VJ之間的一個結合 就是重組台列 所以這邊我們就不如重複 所以藉由這種VJ的 嗯 從VDJ 像Data Chain VDJ 那如果Alpha Chain是VJ OK 好 利用這個跟抗體一樣的一個重組排列的方式 可以產生不同的T cell的Receptor OK 好 好 那在T cellReceptor活化的過程中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齁 一個T cell要完全的活化 它除了像DGT cell 跟要活化一顆CD4T cell的話 第一步它要先藉由MHC class 2 Present Antigen給這個T cellReceptor 這叫Signal 1 好 好 第二步它要藉由剛剛提到的8086 跟T cell上面的28做結合 這個是Signal 2 好 那再來就三個產生Signal 3 那這邊沒有畫出來 但是T細胞本身會產生L2 這個是AutoCoin的過程 讓它自己維持生長跟增生的一個作用 好 這時候T細胞就可以完全活化 OK 好 但是T細胞本身有一個阻止它自己活化的一個機制 舉例來講像輔助型T細胞 或某一些T細胞上面有CTLA-4 它會跟CD28去競爭8086 所以8086如果被CTLA-4搶走的話 這一顆T cell它的活化就會被中止 所以其實T cell在活化的過程中 一開始它會比較表達是CD28 但是T cell活化到某一個階段 它把它的工作做完之後 病原體都清除掉之後 這一顆T細胞就不需要再存在了對不對 那它怎麼讓自己死掉 或中止它的活化 就是它在活化的過程中 大量的表達CTLA-4 那這個CTLA-4在它工作執行完畢之後 就去跟這個CD28去競爭CD8086的結合 讓它自己的活化被中止 OK 這個是它的一個手段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釋放L10 那這個是之後 就是有些可能要做免疫的 可以比較了解就好 那它們的訊息傳遞 以T cell receptor跟B cell receptor來講 它們的受體下方 都有所謂的Itemotiv OK 好 這個Itemotiv 它會去recruit一些Cannes過來 如果是T cell receptor主要是LCK 那如果是B cell receptor 是FIN或LIN這幾個Cannes 它會磷酸化下游的 就是下游的像T cell receptor 它會磷酸化下游的CD3的一些Molecular 這個是CD3的Molecular 好 那CD3的Molecular被磷酸化之後呢 它會recruit像LAP7T 這個LAP70過來之後呢 它會把訊息傳遞下去 那傳遞下去的訊息就包含像RAS Junk PKC或NFET這些Pathway會被火化 那這些Pathway火化之後 它就可以讓T細胞或B細胞火化 所以基本上它們主要是下游的一些蛋白不一樣 那但是其他的下游火化的路徑其實都蠻接近的 OK 所以這個大家大概知道就好 好 那這個是T細胞跟B細胞一個成熟的過程 其實大概剛剛都介紹過了 所以這張大家就參考一下 就是大概整個成熟過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T細胞在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說 它剛從我沒有製造出來的時候 它要送到SIMUS進行Education 對不對 好 那它會經過幾個階段 就是precursor cell送到SIMUS之後呢 它會進行所謂的 先進行所謂的positive selection 就是這個細胞 好 這個T細胞上面表達出來的T cell receptor 的確可以跟MHC class2 有一個完美的結合 好 這時候這個T細胞才會活下來 那如果不會結合的就死掉 OK 好 那這個是positive selection 然後等到進入胸腺水質的時候 它會進行所謂的negative selection 這時候去 主要是去挑選你的T cell receptor 會不會跟自體抗原產生結合 那如果你的這個T cell receptor 會跟自體抗原有很強的結合力的話 這一顆細胞也會死掉 好 這個叫做negative selection OK 好 這個組織血因為大概有提過 所以我們現在就簡單講一下就好 好 好 順序是先positive再negative OK 好 那 這個是一個它的大概的流程 就是T細胞怎麼樣在linfenol被活化 就是inanimity怎麼樣在linfenol裡面去活化 我們舉的是皮膚的例子 像 假設皮膚有受傷 細菌感染進來 那皮膚有一個negative selection 在皮膚的極狀層 叫什麼 Langium cell 好 大家不要忘記 好 所以它通知掉細菌之後呢 這一個Langium cell 它會移動到皮膚下方的淋巴結 去活化T細胞 這個T細胞被活化之後 它就會跑到受傷的地方去 執行它的 嗯 大體immunity的功能 好 好 那整個這個 Ng gene presentation的過程 其實跟toilide receptor 4 也有一些關係 就toilide receptor也有一些關係 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toilide receptor 藉由下游的訊息傳遞 它會活化像一些發炎性的骰頭卡 或者是interferon beta跟alpha之類的基因 那這些基因 它也會促進 像DC上面 它表達的class2的量 可以增加之類的 讓APC變得更加的活化 OK 好 所以這個是在整個 Ng kappaB的Paceway 或toilide receptor 參與在這個APC的活化中 它扮演的角色也是蠻重要的 OK 好 那再來 來這一張 主要大概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整個 嗯 DC怎麼樣活化TH1的一個過程 齁 就是 DC 第一 藉由表達IL12 這個Family 的骰頭卡 跟MHC的結合 南一幅的CD4T cell 會分化成TH1 好 那TH1 它會表達TB OK 這個Transcreen factor 讓它完全的分化成Effector的TH1 好 這時候呢 它就可以去執行它輔助型的T細胞的一個功能 OK 好 所以這個是大概再介紹一下它的一個活化的過程 好 好 那整個T跟B 它們之間 其實這剛剛也講過啦 齁 就是T跟B之間 它們本身有一個作用就是 等GT cell 它藉由抗原呈現CAS2 去呈現抗原給輔助型的T細胞 好 這顆輔助型的T細胞被活化之後 然後它就會抗原呈現給這個B細胞 好 稍等我一下 好 那那個 這個T細胞被DC活化之後呢 它就會活化 那活化的輔助型T細胞 會再藉由Antigen Plantation的過程 活化這個B cell 那B cell分化成Plasma cell之後 就會產生抗體 OK 好 所以這個只是再重複一下 好 然後還有一個名稱 我們在這裡大概介紹一下 就是 當免疫細胞跟免疫細胞之間的接觸 MHC Class II的Molecular 跟一些Cytocin在活化T細胞 就是DC要活化T細胞 或者是T細胞要活化B cell的過程中 它們中間會形成一個叫做 immunonagical synapse 就是細胞膜和細胞膜不是完全貼著的 它中間會有一個空隙 中間會有一個空隙 就長得像這樣子的空隙 所以MHC Class II的Molecular 跟T cell receptor 會在這個空隙間 然後這個是CT28 跟CT80 另外Cytocin的表現 也會在這個Synapse裡面 好 藉由這種方式 它可以去Present Antigen 然後也可以讓這個Cytocin 比較精準的送到它的Target Cell上 像這個是THCell 活化B細胞的部分 OK 好 那這個大概是它的一個過程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是各種不同的Cytocin 去活化T細胞的一個作用 像L2 不管是輔助型或毒殺型的T細胞 都需要L2去維持它的Survival 以及維持它的 以及促進它的Proliferation OK 好 那L4主要是TH2細胞 Besophil或Must Cell會製造出來的 OK 那它比較作用的是去刺激B細胞的增生 跟抗體的產生 OK 好 那如果是像艾爾特 它比較是抑制免疫系統的一個活化 不管是TH1或Mucrofagy的活化 那其實TH2的活化 或TH17的活化也會受到它的抑制 好 那艾爾特爾夫是有DC分泌 主要是DC分泌的 它比較是在Antigen Planting Cell的時候 促進TH1的分化 抑制TH2的分化 教科書寫錯了 我幫大家改過來 OK 就是本來這邊寫TH2 這邊寫TH1 齁 其實它這邊寫錯了 艾爾特爾夫是促進Induce TH1 OK 好 那再來像TG2Beta 是促進Regulatory T-cell 我們剛剛有提過 那實際上後面還有一些比較新的啦 像艾爾特爾夫3 它也是艾爾特爾夫的Family之一 它就會促進TH17的分化 OK 好 所以這邊大家知道就好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藉由這個Cytocan 它也可以促進 就是Cytocan本身 TH1我們雖然說它比較是輔助型的 可是實際上它釋放出來的Cytocan 舉例來講 像Interferum Gamma 它也可以 嗯 結合到被病毒感染的細胞上的 Interferum Gamma的受體 好 那它可以藉由一些Induce 像MHC Class II Potein表達上升 以及一些機制 讓這一顆細胞 被 比較容易被別人辨認 所以它對於其他細胞 它釋放出來的Cytocan 對於一些其他細胞 它也有它的作用存在 所以這一顆細胞就比較容易 被毒殺性的T細胞辨認到 它就會被殺掉 OK 好 那 這個是最後 我今天會講的最後一頁啦 就是 在 臨床上 我們在最近 就是 其實前幾年 大家應該都打過吧 莫德納 或者是AZ之類的 有沒有 好 那其實 這個還是比較 特例啦 通常大家比較 Rigural在打的 應該是Inventa Virus的 疫苗 嘿 那其實這個就是 藉由所謂的 誘發 Immune的 那個 免疫的記憶性 好 好 那 早期的 那個疫苗 種類比較單純 一個是減毒疫苗 那或者是 蛋白質次單元的疫苗 那現在當然要增加比較多了 像Messenger 的疫苗啊 或者是早期有DNA疫苗之類的 OK 好 那這個就是 利用疫苗的方式 像HRN1 每年要改 有沒有 WHO每年會公佈說 你今年可能會流行什麼形式的 流感 那你流感就要 有 什麼 三架 四架之類的 通常會搭配一個B流的 就是三種A流搭配一個B流的 那四架疫苗它就會不同的搭配 所以 藉由這種不同搭配 如果你有 打疫苗的話 你可以讓你在受到感染的時候 比較快誘發所謂的免疫反應 所以你就比較不容易 第一個 你也比較不容易感染 第二個是 假設不幸有感染 你的症狀也比較不會那麼嚴重 OK 這是 疫苗的一個作用 不過流感疫苗不太好猜啦 因為有時候常常猜錯 尤其是像 H1N1 A型的流感病來講 H1N1 H3N2 那又有什麼 H7N9 太多種類了 有時候哪一個突然跑出來 你根本很難猜得到 所以有時候一猜錯 你今天打的疫苗 等於是沒有用 OK 好 所以這也是 疫苗在某一些病毒上 可能不見得說 百分之百 就是具有一個效果就對了 OK 好 那最後一張 就是大家就回去自己看 就是這個是 比較 Innate Immunity 跟Adaptive Immunity 它在受體啊 分佈 以及 它對於某一些 例如像 Self Antigen之類的 或者它活化時間的一個差別 齁 那大家就參考一下 因為打的先好 所以有可能 讓大家做兩個免疫系統的比較 免疫反應的比較 齁 好 那最後一張是給大家參考啦 就是Tolite Receptor的種類 齁 那實際上到11 現在有更多 好像到13 還是15之類的齁 那大家 大家都參考一下就好 OK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結束 好 我講得有點快 先要早點結束 OK 好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好 那有問題 歡迎隨時來找我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下課 喔 有 五